国际财经焦点来看到 一路市场预期 美国联准会在三个月内第二次宣布升息一码 并维持2017年将再升息一次的预测 同时联准会也表示 将从今年开始缩减4.5兆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回收金融海啸期间就是所印的钞票 但联准会也调降了通货膨胀预估 有1.9%降到的1.6% 美国联准会在声明中表示 当前美国经济持续温和增长 就业市场也表现强劲 尽管近期通货膨胀率略显疲软 但可以被视作临时现象 这是继三月份之后 美国联准会在今年的第二次加息 预计随着货币政策的调整 经济活动将继续适度扩张 就业市场也将进一步增强 但通货膨胀率近期内仍将低于2%的目标值 根据多数美国联准会成员的预期 在2017年底之前 很可能还会再有一次升息机会 此外联准会也同时做出了 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决定 市场预计美国联准会将会在今年9月启动锁表进程 起步上限为每个月100亿美元 并逐步扩大缩表规模 直到国债削减规模达到300亿美元 抵押支持债券达到200亿美元 新唐记者乔安综合报道